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各位,如果说从物理学来讲,或者从天文学来讲 各位,太阳在这里哦 太阳在这里哦,地球在这里哦 春,春天,地球在这里哦 夏,夏天地球在这里,太阳在这里哦 秋,冬,春,这地球会自转 绕着太阳公转,春,夏,秋,冬 你西方在哪里啊,你懂吗 有不懂,所以讲太阳从东边上来是不对的 是地球自转,地球自己在转动 太阳从来就没有从东边,太阳永远在那边 太阳永远在那边,太阳为什么从东边起来 是因为地球转动哦,知道吗 地球转动啊,是因为地球转动啊 你看啊,太阳从东边起来,那是不对的 是地球自己转动啊,太阳从来没有增减到 它永远在那边啊 太阳哪里有从东边上来 哪里有从东边下来 对不对,我现在请问你 白天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有 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有阳光太强 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星星是晚上才出来 哦,你实在有狗狗的狗狗,白天一样有星星 是因为阳光太强,所以你看不到星星 所以啊,星星是晚上才出来的 哦,不能狗狗那天啊,白天 白天,抬头,仰望,一样有星星 有没有星星?有!因为阳光太强,所以看不到 不要说白天没有星星哦 对,那你就知道 哦,连那个最基本的天文学 都搞得不是很清楚 何况这么究竟的佛理 是不是?所以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心灵的转化工程 就是心啊,你越清静的人 越放得下的人,就越接近极乐世界的意思 啊,也不能从事希望过十万亿佛土 不要说十万亿佛土啦 啊,就光跑一百年了 光啊,光啊,我告诉你,光跑一百年 各位啊,当我们所有物质达到光速的时候 时间全部停止 我们之所以有时间啊,的概念 是因为跟光来比较 光一秒钟十八万六千英里 十八万六千英里 乘以一点五就是公里 简单讲大约二十八万公里 我们就以三十万公里来算 当一个这个宇宙当中任何的物质高达到光速的时候 时间就全部停止 所以你看到的空间虚空并没有增减 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阿恩斯坦说 空间,我们的宇宙的空间就像衣服一样 是可以折叠的 是可以折叠的 啊,当双方面两个角度离开六十亿光年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那种能量把它折叠 这个叫做虫洞进去 啊,东边到西边进来 不必经过六十亿 六十亿光年是东边到西边 啊,那么把它折叠 穿了一个洞进去 那么,在刹那之间就到 所以,我们了解 时间跟空间本来就是虚幻的 虚幻的 我们再讲一个很科学的东西 你认为颜色怎么来的? 红色,黄色,绿色,赤色,白色 颜色怎么来的? 你这看到这个是黄色 看到地毯是红色,颜色怎么来的? 有一派的人就说 颜色本身就是有技术颜色啊 好,那有一派的告诉他说 颜色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吗? 红色自己知道自己是红色吗? 我不知道 所以第二派的人就说 颜色是由光线来显露出来的 有光 光不照射 你怎么知道 那会不是红黄赤白黑啊? 嗯,讲得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有光线 好,第三个就讲到究竟了 他说啊 我们人生啊 所显现的这个色者 能知道花红黄青白黑 并不是花的本身的颜色 也不是由光 是由人类脑筋创造出来的 人类脑筋创造出来的 有种种的差别 然后假设在光 脑筋里面创造颜色 这个就是科学家 到今天 公认颜色是由脑筋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万法唯心所造 就是佛所讲的 万法都是由无名的妄动 才显露出来的 所以讲佛法是科学的 是佛法是科学的终极点 科学的终极点就是佛法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超越佛所讲的 没有办法的 那因为大家都不是学物理学的 越听就越迷糊了 就是跟我们说 看要怎么往生更快 你讲这些话是要听不 也没有书 灌顶一下 比较快了 讲这个科学实在是听不太懂 那我在告诉你什么呢 在告诉你当一个法师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 懂得一点皮毛啊 我就上台了 人家一问你就倒了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上人 是要什么样子的程度 你才知道要解析 要科学 才回归到理性 跟真正的究竟的波勒智慧 那些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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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